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今年3月通过即23条下的新线动罪 两条罪名 由最高监禁两年至七年 是比大陆更厉害的 大陆都是三年而已 最高 我们加到七年 当然提前获释的门槛又增加了 一定要等到 丞教署处长认为他不会再犯同罪 得到这个表真的大改变才可以提前获释 那些不说 就说说 由这个3月到现在 有三宗干犯这个新线动罪 即23条下的 今天会讲两宗 这两宗 其实国安公署都没有特别公布的 但是我们记者说 真的会做功夫就知道了 另外还有一宗 就是周恒彤那宗 整个三宗 第一宗是什么呢 第一宗呢 就是这个27岁男子朱启邦 被控在今年6月12日在石门 穿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衣服 戴着黄色FDNOL的口罩 在石门港铁站油荡 和他出事身份整 被起诉煽动罪等三项罪 第一条煽动罪就是因为他穿这件衣服 戴着口罩 第二条罪呢 现在被告是打算认罪的 第一条罪打算认罪 正常来说 你穿这些衣服出去 戴着口罩出去 就当然是挑机 我不管什么立场 我当然知道你想挑机 正常来说 既然你在这些情况下 你仍然要挑机 我就觉得你真的没有理由认罪 但是你又认罪 我又保持我条线 既然要受罪是你自己 你自己决定认罪 又不是我 但是既然是这样 我又会说 为什么你不如不要戴口罩 不要穿这件衣服 你说不行 有些人去可能会有论述 我想用低一点的成本 我认罪就低一点 如果肯减减我的罪 但是我又想令到凸减这个 法例或者社会的荒谬 希望香港人不要忘记 有人会这样想的 所以 恃笑他 像我那些 啤梨这些人 我们就不要恃笑他 因为每一个人想法做事不同 他没有 他 我告诉你 你认不认同 没有所谓 他反而这个主契邦 邦哥 他不是坚盘战士 不是律人就极严 自己是对己的极宽 他不是 不是生头主意 好 好了 另外一条 第二条 就是忘记戴身份证 因为 他们就 说 别方就说 喂 他那天是不记得戴身份证 就不是拒绝展示身份证 他说如果 控方将现在的控罪 改为入境条例下的控罪 而不是公安条例下的控罪 他都打算认罪 至于第三条 有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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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认了 有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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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那条件放置 老实说 现在还押到9月16日 答辩 现在都8月多 根据 我不知道 如果过去这些 之前 你会特别说 之前类似这样的案 其实都是几个月 但是現在用這個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最高監禁是兩年至七年 不要說最高 但是最高加到這麼多 你以前那些三幾個月的 是否相對地會升了呢 而問題是 到了這一刻 這件光視衣 或者FDNOL的口罩是甚麼罪 到了這一刻 如果 我穿一件 光強 不是光 是光強的光 服是服務的服 香 大家明白我上次說甚麼 時 譬如是 時的同心字 很多人 鑰匙的時 那你又會被拘捕嗎 不行 你會令人意會到 如果我穿 K F H K S T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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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不是說你弄不弄,是你弄不弄 另一個五十八歲的男子,歐建威 涉嫌被控在Facebook、YouTube、X等發佈煽動刊物 其實是出Status 裡面會有些字眼是革命、反抗等等 昨天在西九龍裁判傳載信 代表被告的大律師關文慧就說 現在辯方將這個新鮮動罪是否合憲 表明如果挑戰失敗,即是認為他不合憲 將會認罪的,表明我會先認罪 但我要挑戰他是不是合憲 我告訴你,一定會合憲的 現在法庭怎麼會不合憲呢? 現在法庭 這條法例 他有諮詢,一個月很快 有刊憲 那怎麼會不合憲呢? 尤其是 就是突顯了他的立例的荒謬 那是否一個普及或者合理的諮詢時間呢? 你先不要說究竟立法會是怎樣 好了 那 上訴庭今年3月7日就檢得子案的上訴方爭議 應以煽動暴力為定罪門檻 但是呢 上訴庭就說 喂,屌你了沒有? 所以 未必一定要 控方無需證明被告有煽動暴力的意圖 都合憲的 以前那些一定是為了煽動暴力的 現在控方呢 不用煽動理 不用一定 是證明到你有煽動暴力的意圖 都是屬於合憲的 現在這件事仍在上訴的 譚德志 上訴到 終審法院 也批有虛學證明書 所以譚德志案 也有可能影響到這裏 只不過是一個 其實你問我 吹嘴 吹嘴 最高七年 好了 當然是很嚴重 各位網友 另外這一件 今天我順便在這裏說一說 我看到鄧炳強出來吵咬 吵咬江文偉的人 老殘 小人 老殘 我老實說 你真是不要死亡之問江文偉 他不斷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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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搞到我想再和江維問策 其實我就真的撐到他 江文偉整件事 其實我真的不是撐江文偉 我覺得這些人很奇怪 但是一件事呢 都可以說一下的 就是 有些人說 喂 追新聞等等 喂 那個job requirement 他說有六年相關經驗 為何江文偉不行 說真的 這個未必關金不金牌事 也未必關上家裏背景事 從來請人都是這樣 你不要請人 我可以就行 你去吧 好嗎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盡量去寬容些 寬容些 寬容些 對自己 因為對人寬容就是對自己寬容 在江文偉 一天未做西行之前 都不要吵他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就這樣看 他似乎 他似乎 2008年北京奧運的閉幕禮 被選為我們香港隊的持其手 現在呢 他呢 退役之後 就去讀書 可能讀書成績一般 終於考到 足夠的學歷 持續中修 目標呢 因為加入警隊 羅曉鋒說 他早有投考警察的打算 所以決心 除得所需學歷 去年 鑊取六就進入警察學院受訓 那你先講 你怎樣看這件事 第一 我們都要檢討運動員 是 退役之後的保障 可不可以運動方面發展 第二 雖然說人國有志 我跟他的志 會差很遠 我覺得這樣 我們對現在這一刻 加入去做警員的朋友 都有一定的看法 老實說 就無謂隱瞞 在現在這一刻 但是 根本就不需要跟他 是不是當日做運動員的身份掛勾 我就很簡單 那你要做 不能讓你做嗎 那麼多事 是 亦都可以說 我這樣說 你說衛生活 有人這樣看事情 叫你衛生活 叫你衛生活 叫你什麼 這是你 你 你是 我現在經常說這些 我想說什麼 Take it easy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千百萬人 一樣米養百萬人 喂 你做過水警 你做過水警 但是真的有什麼好說的 啊 香檳大廈 出張照給大家看 出張照 出張照 香檳大廈的星座冰室 昨晚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永遠都是會有些可惜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不用太可惜 第一他搬到嘉年威老道 但是嘉年威老道 現在如果大家出國去 嘩很靜 嘩 他是靈靈射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以前嘉年威老道 旺開 以前很旺的 嘩 真是靜到你 有些人就是 學生妹 是啊 不是啊 現在金馬倫道那些 都不至於這樣的 金馬倫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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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靜到你 星座冰室 就會搬到外面大街 但是問心那句 就不是那件事 星座冰室 吵不吵架 你問我 我就喜歡 因為我小時候大 都是在這些茶餐廳 是 是 在最樓下 是啊 你說鬧不鬧鬧 那我撲開都是這樣 那些蛇斗 都是這樣 地上少少點 那些桌子有少少積 當然了 即是我就撲開 我就不覺得 但是呢 有時候 喂 這種歷史的那股脫 你沒有了 反而 就沒有那麼過癮 嗯 現在呢 綠色衫 即是座子 就是 星座冰室 現在有 我相信 第二三代 第四代 他老闆 林老闆 那至於大家說 那個要不要那麼有型 帶了大廚 沒有嚇死你 不認識他 那 他呢 他好東西 他是第一代 來做茶水的 那 他應該就是 但是 也是昨天晚上 因為知道 是最後一天 專門回來 就是 支持一下 嗯 那 為什麼呢 我記得 我看過這個 他那個 第一代 那個 伯伯呢 的故事 他說 他那時候十五歲 就進來 他連是 沖茶都不懂 就是做什麼 是做跑腿 外賣 總之什麼都做 貪什麼呢 那時候十幾歲出來 貪 在那裏 有得睡 有得吃 百五元個月 第二天又開工 便做到錢 算了 他說一做 我不記得他六七年 就做到八二年 一做十五年 嗯 那 為什麼他十五年離開 他現在回來 就證明他盧星座兵室的關係好 他說 要學的東西 學完了 那時候你想一下 八十年代初 那他三十歲 要學的東西 學完了 就當然出去 找吃 或者創業 你看他的樣子 都不像是 窮鬼 老實說 好了 他說 時有回來 即使離開了八二年 離開了四十幾年 時有回來 吃東西 吃通粉 喝茶 甚至乎 他亦都會落場老實說 喂 你幫忙 跟他第二三四代 那些沖茶的人 交流 其實交流指點 怎樣沖好杯茶 那知道昨晚 最後一夜 政府 話收話收 其實一年收完 但是正式是甚麼時候 所謂的交樓 真的沒有了 所以你看到 例如紅磡 或者有很多地方 收樓 田生都收完 收完 有些人一早半 都有一些人會繼續住 但是其實你不要以為他在那裡下釘 他也是會離開的 不過他打算做到 那一夜 鄉北都這樣搞一搞 是 很多年 那些水 又斷 2011年 陸續收購 2011年 只剩下他 是最後一戶 留守到最後 但是 六月底的時候 訪問這個 林老闆都說 做一天一天一天 他打算 7月 就沒得做了 7月後 怎知道是這樣做 就沒人理會他 做了 做到7月底 政府通知他 喂 8月8日 於是他昨天8月7日 就做了8月7日 另外 伯伯因為知道 咦 屌你了 最後一天了 特地又回來 幫忙 亦都是懷緬一下 未說再見 星座兵室會搬出去 嘉年威那裏 那未問我呢 他們出名的 就是 番茄 湯底 我呢 就是我不喜歡吃番茄 還是怎樣 我下去 我也是吃蛋偶面 就是 我不喜歡番茄 我覺得 就是我個人問題 嗯 但是我挺喜歡去Ritcher 我覺得去Ritcher 可以的 嗯 那 也好 就是我 除了去那裏 我就很少去 或者以前郭博士那裏 少去 我就不去 我就從來未上過香檳大廈 三樓以上的地方 香檳富士是一筆一藍 這些是你們的顏色佬 是 OK 我總而言之我發誓 是 我就未 我想清楚 你清楚先 我免得發誓毒誓 是啊 我記得呢 我肯定沒有上過 就是最多地面和樓下 就是 我沒有上過上面的 香檳大廈 就是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我剛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其實香檳大廈 去商駐大廈 它上面有些行的 就是一些trading company 有印度佬那些 我可能有上過 所以我不敢這麼狠 那個法制 嗯 好 休息了